全球Need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这个节目由台大风险中心 跟Needs Radio所共同制播的 今天的这一集的单元 我们特别来谈全球的头条焦点 就是英国的变种病毒 也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在国际上被美誉为冠状病毒支付的 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赖明照 回到这个议题 其实我们看到了英国的政府 公布了有两种变种病毒 B117还有501.V2 可是另外一方面 媒体上面会看到南非变种病毒 奈及利亚变种病毒 在丹麦发现的变种病毒 总而言之到底有几种 更重要的是 这些变种病毒会对人体 有什么样的影响 传播率提高了吗 致死率提高了吗 会不会再现全球大流行呢 如果已经感染过COVID-19的痊愈者 他变得到变种病毒 他还会再次感染吗 另外一方面 我们到底该不该去忧虑 疫苗的开发速度 追不上新冠病毒的演化速度 大家都在问 疫苗面对变种病毒会失效吗 而更重要的问题是 注射疫苗是为了求得这个免疫力 可是注射了疫苗之后 是不是就终身免疫 如果不是的话 那保护力到底有多久 我们来为这些 你我都相当在意的问题 提供一个最负责任的答案 我要为各位介绍 现在坐在我对面的 他是曾经担任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 国立成功大学的校长 美国南加大的教授 他是现任的中国医药大学讲座教授 也是中研院的院士 我为各位介绍赖明照 赖院士您好 陈小姐好 各位听众好 赖院士 我第一个想要来请教的是 我们看到现在关于变种的新冠病毒 我们看到了好多的名词 我在请教这个 关于对人体的影响 这种临床意义之前 我首先想要请教赖院士 是说到底有几种啊 新冠病毒是一种RNA病毒 是 病毒的基因 其实人体的基因是DNA 那病毒的基因呢 有DNA又有RNA RNA病毒的特性 是它的变化很多 因为RNA在复制的过程当中 常常会出错 一出错就产生变种的RNA 这变种的RNA 其实就是到处都会发生的 但是所有的RNA病毒的通信 它会产生很多的变种 但是这些变种的RNA 其实并不是会变成很严重的 的病毒 因为这些变种的RNA 通常是会消失掉 它的复制力不高 它的防治的能力不高 所以这些变种的RNA病毒 它就会自然就消失掉 所以从一个方面来讲 这变种的RNA也是很多很多 但是实际上在自然界的变种 并不是那么高 所以就是新冠病毒 它产生变种 它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所以它产生很多的变种 但是这些变种的RNA 大部分在自然界 就自然消失掉 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对病毒来讲 没有特别的好处 所以它们会消失掉 所以有少数的变种的RNA 它如果它的防治能力更强 那么它就变成主要的变种的RNA 所以这是大家听到的 是英国的变种的RNA 就是这个例子 它的变种的RNA 它有更强的复制能力 更强的防治能力 所以它可以产生更多的 产生很多的变种RNA 这些RNA就变成主要的病毒的基因 就变成变种的RNA 所以这变种的RNA 其实到处都有 这特别的英国变种的RNA 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防治能力很强 所以到处都可以看到 很多变种的RNA 特别的是英国这一支变种的RNA 它的防治能力特别强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大家担心的地方 其他地区南非到各个地方 多多少少都会有变种的RNA 所以听起来我们与其讨论说 现在变种病毒到底总共有多少支 我们不如讨论 它是不是它的临床意义 它是不是繁殖力变强 传染力变强 对的 这是对的 了解 那这其实就是大家关心的另一个重点了 就是说我们看到几个说法 我现在把它罗列出来最重要 大家最关心的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根据英国的研究显示 传播力增强到70% 听众朋友我说的是1.7倍 不要吓话以为是7倍 差很多 我说的是1.7倍 那也有人说 就是说因为COVID-19原本它 在就是年轻人的身上比较不容易被传播 可是现在这个英国的变种病毒 有一说是儿童跟成人都一样易受感染 针对这两个说法 您的见解是什么 对的是根据上面的临床报告 流行病线报告 是这些这个变种的 这个病毒也可以在年轻人 也可以在小孩子感染 所以它是比较多 可能比原来的病毒 更容易在年轻人 在小孩子发生的感染了 所以不过这些只是 一小部分的临床报告 还没有完全被证实 对所以还有值得观察的地方 对的对的 这还没有确论 那传播率跟致死率呢 传播率是就是说 一个人从一个病人的身上 传给另外一个人 这是传播率 所以就可以感染更多的人 如果传播率强的话 它可以感染更多的人 这是传播率强 那致死率说 你一旦感染以后 他的病情是不是更严重 是不是容易死亡率增加 在这方面的话 这个变种的病毒 并没有引起更高的死亡率 更严重的病 只是他可以感染更多的人 他的传播率更强 这是传播率 所以他的传播率强 但是他致死率并没有增加 就和原来的病毒是一样的 嗯 了解 我们看到疫情指挥中心 在这几天有提醒说 恐怕会有再一波的全球大流行 我想请教就是赖院士 变种病毒跟原始的COVID-19 他们之间的关系 会是说逐渐取代 就有一点像物竞天泽 后来在演化 在突变起来的 这一个新的英国变种病毒 他有可能取代了前面这一种 还是说他可能两种都会并存 因为这变种的病毒 他防治力更强 就表示他可以感染更多的人 那防治力强的话 那就会直接取代原来的病毒 所以他是会直接变成原来病毒 所以从英国的报告 你可以看到 本来伦敦在两个月前 都是另一种的原来的病毒 但是两个月以后 大部分的病毒已经是变种的病毒了 所以可见这个新的病毒 这变种的病毒 是可以取代原来的病毒 这在这几个月的病毒来看 你可以看到原来最初 在一年前刚开始 COVID-19刚开始的时候 现在COVID-19那种 那病毒种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就是变种的病毒 取代原来的病毒 所以是可以取代原来的病毒的 已经感染过COVID-19的痊愈者 他碰到了变种病毒 还会再感染吗 现在还不晓得 现在没有资料 所以意思是有这个风险性 有这个可能 不过我想的可能性是不是很高的 因为他现在的变种的病毒 所引起的抗体 可能对原来的抗体 原来的病毒是还有效的 OK 了解 我们在半年前盛传的几种名词 其中两种最常听到 一种叫流感化 另外一种叫慢性病化 那他其实都是对 这个COVID-19这一支病毒的一种 对人体影响的推测 因此他非常的 对于我们 大家在认识这支病毒 他其实是一个相当切身的 一个关键的观念 所以我首先想要邀请 就是赖院士 可不可以先定义 这两种在媒体上面 常常听到的说法 是什么意思啊 是 流感化其实不是科学名词 OK 其实的病毒 他感染一个人 感染一个人 他结果是怎么样 有些是即性的病 就是说他感染一个人以后 他生病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好了 这是即性的流行病 那有些病毒 他会引起终生慢性病 对好像终生都与之为物 合并共存的概念 对 慢性病 所以慢性病就是有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就是在一个人身上 他病毒一直都没有消失掉 一直在一个人身上 这就是慢性病 那流感化 所谓流感化呢 就是说像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 是他生病一个礼拜以后 那就好了 但是几个月以后 或者是一年以后 又回来了 就是说这些病毒 流感病毒 他可以引起急性的病 但是流感病毒 可能在四周的环境 还继续存在 所以当然冬天 它又出现了 所以就是流感化 就是说这病毒 在自然界 在其他的动物 或者其他的环境生存 然后每年再回来 所以这是所谓流感化 不过流感化不是政治的科学名字 了解 所以这两个是差不多一样 一个是长期在一个身体里面 一个是在自然界 病毒在自然界 不在每年一个固定的时间 来回到有感染新的人 我们也有大概2020 这么一整年的所谓的data了 我们对COVID-19的了解 它目前亲上是朝哪一个 哪一种病 哪一种对我们人体影响去发展 现在还不晓得 不过可能 我个人是认为 COVID-19可能在身体里面 有些身体里面长期的 所以就是有些人 是会长期带有病毒 病毒不会完全消失掉 病毒会感染身体的一些器官 比如像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就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去把病毒完全消失掉 所以很有可能 病毒是会在某些病人长期存在 不过在另一方面 COVID-19病毒也可能在自然界里面生存很久 因为病毒在自然界里面 已经在自然界里面 它会适应的很好 比如说在蝙蝠身上 它可以和蝙蝠合并工程 在蝙蝠身上生存了很久 所以COVID-19也可能在一些动物 在自然界的一些动物生存了很久 所以我想这两种方式 所谓流感化、长期的感染 都是有可能的 因此如果我们把它推演到对人体的影响 如果当它是慢性病化的话 那这一位他体内存有 新冠病毒的病人 他会传染吗? 那他一辈子都有传染力吗? 有可能 不过这还没有证据 我们还没有证据 对 了解 现在很多研究都说 有些病人 他可以带有病毒 带了很久 几个月以后 还有病毒 像最近台湾几个例子 病人住院 住了五六个月 他才出院 这个病人 他带有病毒 带了五六个月 很久 对 很久 所以就是有些人 是可以长期带有病毒的 不过这一方面的研究 还是太少 我们不能够下定论 了解 了解 那么我们刚刚谈到说 在 会存在于自然界的一些动物身上 那可以跨物种传播咯? 这很不晓得 因为人的新冠病毒 是可以在 有些动物 比如说在猫身上 也可能有 也可能也会感染 血雕 血雕 像凋皮大衣 那种动物血雕 血雕 在血雕里面 会相当严重 最近丹麦政府把几万只的血雕 都杀死掉 就是因为人的新冠病毒 可以感染血雕 所以它是会感染一些动物的 是不是会从动物 再传到人 这不晓得 不像是有可能性的 这个听起来其实蛮触目惊心的 因为这个跨物种的传播 如果存在于人类生活中常见的动物 例如说所谓的宠物 像狗啊 猫啊 这个几乎是普罗大众 全世界可能夹夹 平均起来都会有一只 所以这是一件很防不胜防的事情 这个是科学界有在密切的监控吗 对 但当然是大家都在查 寵物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被新冠病毒感染 这是大家所关心的 所以这方面有一些研究 不过到目前为止就看到 有一些狗是 猫狗是会被感染的 不是会被感染 被感染的人 那这些呢还没有证据 所以现在大家不要恐怕 是是 我们来这个谈一谈疫苗 疫苗这件事情 在这个新冠病毒的 所造成2020年的 这整个席卷全球 于是呢 大家也发觉 哇 人类的科技 我们开发疫苗的速度 被认为是创纪录般的快速 因为过去这个疫苗开发 从实验到临床医疗直接使用 大家都说以年为季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是以月为季 这个是一个巨幅的 倍减的这个速度 可是也有人忧虑说 就是说疫苗开发的速度 很难追上新冠病毒的 演化的速度 换句话说就是怕 疫苗开发出来了 但是新冠病毒演化了 结果疫苗没效了 您对于这样子的忧虑 以您长时间在研究新冠病毒 您觉得这个忧虑 它有可能发生吗 我想现在不用担心这样 因为现在所谓变种的病毒 其实都可以 还可以被疫苗所引起的抗体 来综合掉 所以现在所谓病毒的变化的速率 速率并不是那么高 所以而且现在所演化出来的疫苗 可以产生抗体 这抗体是对很多种不同的病毒 都是很有效的 所以现在还没有看到说 有变化的变种的病毒 不能够被疫苗所引起的抗体 综合掉 所以现在还没有这种报告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现在还不用担心的 您刚刚的意思是不是包含着 就是目前在市面上面 已经走到临床阶段 例如说美国在圣诞节之前 就普打了这样子 那欧洲也宣布说 即将2021年一开年就要普打 好 这个疫苗在目前市面上所见的 它还算是对于 它在某种程度还算是一个对于 广效性的新冠病毒都有效的疫苗 是的 到目前为止 就是现在所有的知道的病毒 应该都会被疫苗所引起的抗体 来生素SARS 我们很在乎这个疫苗对我们人体所产生的免疫力 感染变种的新冠病毒 或者是原始的COVID-19 那感染了之后 我们所产生的抗体 是不是就足以保护我们终身免疫呢 现在还不晓得 因为现在的疫苗所产生的疫苗 临床试验最多是做半年一年 那其实以后半年以后一年以后 会怎么样 大家都完全都不晓得 因为我们的经验没有超过半年 没有超过一年的 所以现在不晓得对未来 这个抗体可以有效有多久 了解 所以我们对于保护力可以持续多久 这个问题 我们目前推估最长大概是多久 一年嘛 最多是一年 所以一年以后是不是有效的 还不晓得 所以像流感疫苗 我们每年都要打 每年都要打 对不对 那但是有些疫苗 一打就终身就保护了 是 像天花 像小麻痹 肝炎 这都是一打以后 终身就有保护的作用 所以现在还不晓得 因为疫苗最 让发生 营花出来 最多才是半年而已 所以到半年以后是怎么样 现在完全不晓得 希望COVID-19所引起的全世界的危害 能够赶快度过 但是这一种的想法 您觉得在您研究新冠病毒 它的出现 它的变种 它的消失 它的被人类的疫苗或解药所对抗 您觉得这个想法就是赶快消失 赶快消失 这个是符合新冠病毒的常态吗 我研究的就是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是就是 新冠病毒是其中一种 了解了 人的冠状病毒一共有七种 其中四种大概多次是引起伤风感冒 伤风感冒 所以这次冠状病毒被人认为 不是很重要的一个病毒 所以我们研究的对象 其实不是很重要的病毒 对人很重要的病毒 是差不多17年前SARS爆发的时候 那是第一个对人类很重要的冠状病毒 那现在有三种对人类很重要的冠状病毒 就是SARS 然后一个十年前在韩国引起的 中东引起的MERS MERS 然后就是现在的COVID-19 所以只有这三种是对人类很严重的冠状病毒 所以这些冠状病毒是大部分 这些冠状病毒其实都是从蝙蝠来的 就是在野生动物的蝙蝠 是带有很多的冠状病毒 而且在野生动物大部分野生的蝙蝠都有冠状病毒 这是很奇特的关系 就是在外面你只会抓到一只蝙蝠 你可以一般以上的蝙蝠都带有冠状病毒 有三种都会在那里面有吗 不是三种 大概就是原来的COVID-19 类似的冠状病毒 这些是蝙蝠的冠状病毒 蝙蝠的冠状病毒不能够感染人 但是蝙蝠的冠状病毒可以和蝙蝠合并共存 所以蝙蝠的冠状病毒本来就在蝙蝠的身上 但是蝙蝠身上接触到外面的环境 也是接触到其他的动物 接触到其他动物 蝙蝠的冠状病毒就产生基因的突变 或者基因的交换 结果就产生新的冠状病毒 新的冠状病毒就是我们现在讲的COVID-19 新的新冠状病毒 或者是SARS 这些是新冠状病毒 所以这些人对人类有害的冠状病毒 其实都是从蝙蝠的冠状病毒 演化而来的 就是蝙蝠冠状病毒 和其他动物接触 然后让蝙蝠的冠状病毒 产生基因变化、基因交换 甚至就变成对人类有害的冠状病毒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自然界 很多病毒都带有冠状病毒 所以这个机会 这个冠状病毒 变成另一个新冠病毒的机会是很大的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不可能把冠状病毒 从人类完全消失掉 消失掉 其实SARS 17年前的SARS 是消失掉了 对 大家就想说它消失掉了 所以大家就有同样的期盼 对 但是这个新冠病毒 就是COVID-19 不会像这样的情形 为什么呢 是 为什么 因为SARS的病毒 是对人类很帮忙的一个地方 就是SARS的症状 和病毒的传播的时间是一样的 就是说病人有症状的时候 发烧的时候 才有感染力 才有病毒才有感染力 没有发烧就没有感染力 所以我们17年前成功的原因 就是我们做全民的温度的检查 就是检查温度 每天都测温 量体温 量体温 一旦发烧 你就要去隔离 所以把病毒和人完全隔离掉 所以病毒无次可去 就消失掉了 但是COVID-19不一样 就是COVID-19因为病毒的存在 和症状没有关联 就是没有症状的人 也有可能有感染力 可能带有病毒 所以你就不可能说 每一个人都去检查 有没有病毒 就因为这个原因 你没有办法把一些可能被感染的人 完全和病毒隔离掉 所以我相信这个病毒 不可能完全消失掉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把一些可能被感染的人 完全和病毒隔离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学习 怎么样和病毒和平共存 因此现在很多人对于就是要去打疫苗 其实是有心中会有一些疑虑的 我们先不要说我国 我们就看到那个美国 原本是要在就是2021年来到之前 他们的普打要数千万人次 但是看起来是没有达标 所以因此其实赖院士对于去接种疫苗这件事情 您觉得其实是一个蛮关键的 与他和平共存的自保之道 是的 我现在因为没有办法就是靠隔离 来把病毒控制掉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疫苗 唯一的方法就是疫苗 所以就是要全面打疫苗 必须要百分之三分之二的人打疫苗 才能够完全保护的作用 所以一般人对打疫苗 还是很多人也是有疑虑的 对 连开发疫苗自己国家 他们都不太挺了 更何况是 是 因为疫苗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副作用 是 发烧 疼痛 甚至有时有一些人 免疫系统不好的人 他会引起很严重的休克 所以我是会有一些副作用的 所以大家对疫苗是他存有戒心的 对 所以这是如果大家不去打疫苗 有些人不打疫苗的话 那么没有办法全面保护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 现在要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要教育民众 要教育民众 要让大家知道打疫苗的好处 打疫苗的重要性 不只是保护你自己 而且是保护整个社会 整个人类 所以这是必须要 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教育群众 大家要去打疫苗 我今天非常感谢 曾经担任中研院的副院长 国立成功大学的校长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 他是现任的中国医药大学讲座教授 以及中研院的院士的赖明赵教授 我很感谢赖院士 接受我们观点会客室的采访 谢谢您赖院士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听友收听今天的节目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段采访 他是在中央研究院里面进行预录 陈伟现在回到这个录音室当中 其实WHO的最大的资助者之一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和美国政坛的教父基辛吉 都曾经用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一场人类史上规模死伤最大的战役 来比喻现在的疫情 基辛吉他在2020年4月的媒体投书 他的标题甚至是这样写的 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面对新冠病毒 此刻所有人都在问的就是疫苗 不确定够不够安全 那还要去接种吗 当我在结束了采访之后 我再一次的询问院士 我问的很直接说 賴院士 您会建议您的家人接种疫苗吗 他注视着我很肯定的说 一定要打疫苗 因为那比感染了 再来治疗 来的对身体要更好 各位听众好朋友 在节目的一开头 我们所探讨的每一个问题 他共通而且肯定的 其实都是目前还不够明朗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COVID-19 因为他会在没有出现了相关症状的时期 就已经有传播力了 所以因此代表他确实很难完全的被消灭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什么会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呢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陈伟 这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中心 跟我们NITS Radio 所共同制播的 下周的同一时间 我跟大家空中再会了 拜拜